欢迎收看课新闻 我是婉伦 每日一刻来帮头脑进步 今天台北股市在场新高 今年最高点来到了17713点 第二季底座上倒数台股大晋级 短线市场超级疯狂的 加权指数连六周上涨 近三天外资转卖超237亿 法人持续看好 而台股散户真的很猛 融资鱼儿攀高来到2802亿元 航运股中的长荣大哥是即将出关 而今天望海则在最后15分 跌破大家眼镜 而钢铁股中刚中红叶辉 是不是即将复制航运模式准备接棒呢 而台湾疫情明显降温 时间来到祭底 法人作账以及7月的股东会 行情资金持续在类股中轮动 是否要择优偏多布局呢 盘面上除了大家最爱的航运族群以外 IC载版 server供应链 苹果概念股 以及纺织金融 大家认为还有哪些有机会呢 而市场上也有人会说 可以投资高值利率概念股 但在这里晚轮提醒大家 有些值利率高达7% 8%甚至10% 但是未必是好的投资标的 因为佩席当天会进行除全息 万一呢股价没有回升到除全息前的这个价位 赚了股力却赔了股价 真的是一场空 以上是本节的新闻 我是婉伦 可新闻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